我真的是很高興 你娶了朱莉以後 她不但是這個讓你回歸家庭 然後不賭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 然後生了孩子 做了一個好爸爸 我覺得這段婚姻讓楊帆 完全完全就變了一個人 變到這個替老婆出來 這又有一點點 我覺得圓夢 那也想說既然要出 因為本來因為去年要出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想法 慢慢就在收歌 從收一首歌 兩首歌 三首歌 包括想要出EP 一直到最後出整張專輯 中間我又參與她製作的部分 因為那個瑣碎的事情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後來發覺我走到幕後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自在 妳也很開心 她也很開心 就像妳剛剛老婆的MV的那個 這麼漂亮的女人 是妳的老婆 對 一般妳在做新人 就是看到 這又是別人的女朋友 是不是 有蔡依林 別人的女朋友 妳沒有告訴小燕姐 妳的重點在哪裡 她的重點就是說 自從她走了這個幕後 在幫我製作這張專輯 她講話就開始可以大聲 真的 家裡15年來都她做主 終於壞人 她現在出新專輯 她是個新人 可是以前輩的身分 完全是 是 妳要進去錄影師跟我講 妳知道一個專業的歌手 妳憑什麼帶歌詞進來 我第一次進錄影間 妳知道她會打我了啦 我講的是事實 小燕姐 妳憑憑理 妳說是不是 我想問一個專業的歌手 你平常唱歌的時候 幹嘛要大字報 都出片好久了 對啦… 對不對 對 我想要問一個 每天又看到小燕姐 帶那個歐陽菲菲唱那個 我的熱情 小燕姐為了力挺奇葩臉 哈琳的節目 歐陽菲菲的伴仇演出 準備要讓你笑到流淚囉 我的熱情 我好像一把火 它燃燒了整個沙漠 在海洋見了我 它也會躲著我 它也會怕我這把愛情的火 她也會怕我這把愛情的火 可以唱了 來 沙漠有了我 永遠不寂寞 開滿了青春的花朵 我在高聲唱 你在清晨河 陶醉在沙漠裡的笑 嘿 這位 因為那我看到什麼 好久沒有睡 不是 妳好愛哈琳 就是妳很想去幫她 我覺得那種心情 可是完全整個節目就是這樣子 是個爆笑的 怎麼會這樣 是音樂節目 這話音樂就被我毀了 沒有 增加樂趣 增加樂趣 其實我那天去 這是自己覺得 好久沒有玩這些綜藝梗 對… 好好笑 自己好開心 可是我看到妳 好認真那種 我很認真 我還有練歌 阿咪老師對不對 我覺得要認真 因為以前我曾經製作人 就要求我說 妳憑什麼拿歌詞進去 燈光暗調 永遠把歌詞背在腦海裡面 妳出來的情感 才有感覺 對 對 我大概聽這樣的話 不下30次 30次 一首歌 一首歌 對 錄13個小時 可是後來呢 妳要把後續跟人家講 後來呢 每一首歌都大概兩三個小時 就可以結束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對 因為我把那個錄音師 我把它換掉了 妳幹嘛那麼挑剔啊 那個錄音師都只有 她只會講兩個字叫 妳把人家嚇的 其實我覺得今天楊凡 給妳出這張專輯 我覺得是一種愛 就是這15年來 不管妳怎麼管她 她真的很愛妳 我覺得小燕姐 真的這句話是我很內在的 我覺得出這張專輯 沒有任何的想法 就只有愛這個 就沒有這個愛字 其實再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看過太多的案例當中裡面 它是失敗的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 尤其景氣這麼 尤其唱片的景氣這麼不好 我也常講說 那個瓜哥以前 唱歌的時候 出唱片 唱那個 你依然在我心深處 那唱片公司老闆也是 也沒到笑 瓜哥也是問他說 我唱這麼感動 他說不是 這一張要賠償 難道沒有這麼多的案例告訴我們說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 有回收的一個條件 但是我們依然要做 就只剩下的那一個點點的案 其實這是很有意思的 你說夫妻相處了15年以後 角色再替換一下 老婆去錄歌 這很有意思 對不對 角色扮演 對 角色扮演 對 所以Julie等妳唱紅的時候 我也會付出我的愛 當時妳看向楊帆 妳不怕她花心跟賭博嗎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是很懂這個賭博的部分 是後來認識她 我就懂了 妳懂花心就對了 不是 我 總會看報道 花心這個部分 可能我個性本來就比較好強 我一直認為說 花心的東西是可以去感動 可以去改變她的 這個是 對不起 我還是要在這裡就是 好像那個警示語 此案例不代表 任何人都會成功 對 多少的女人說 我想去改變男人 下場都很慘 是不是 其實我也沒有試著想要改變她 我只是想讓她 找回她原來本來的個性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其實 不是外界認為那樣子的人 只是被寵壞的小孩 我看到的她是 我覺得她就是 其實她很想要一個 很好的家庭 然後很想要有很 小孩 爸 媽媽 太太 我看到的是這樣 妳不覺得她那是虎妳的 那時候比較年輕不太懂事 對 我們現在來回問一下 妳知道楊凡喔 現在是這個 早期她是那種屬於偶像歌手 現在就不是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來 我們看一下 妳…妳要什麼 到哪裡哪裡找人來我 我永遠不懂妳的心理 像天空描述 妳…妳不要發這種聲音 我很難睡覺 對不起啊 可是我沒有發出這種聲音 我好像就不能呼吸 我盡量克制 那妳這樣我就不能睡覺啊 妳覺得張小燕的身材如何呢 她沒脫我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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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